你 你饿了吧 你 你 你吃吧 我 我不会说出去的 这饭好香啊 我其实很喜欢吃猪油炸炒饭 可刚才贾连星说你不爱吃啊 都是骗人的 骗人 在媒体面前 当然要保持形象啊 说什么不能这样不能那样 什么健康饮食 其实我最喜欢吃猪油炸炒饭了 好 天啊 其实 其实他这个饭呢真好吃 我也爱吃 不管现在人呢一提吃这饭呢 就是怕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 有点心惊胆颤的 谢谢 谢谢 现在的人心态都不一样啦 有些人 不喜欢回忆过去 我却很喜欢 像这猪油炸炒饭 一闻到这个香味 就觉得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是 小时候 家里很穷 三餐都常常成问题 妈妈没钱买菜 就常常用猪油渣来炒饭 现在看到猪油渣炒饭 就让我想起跟妈妈的日子 我 我还以为你是特别有钱假的孩子了 有钱就不会把女儿送出来卖唱了 我其实是最不喜欢唱歌的 什么情歌女红 金曲小夜音 其实真正的桑小颖 是最讨厌唱歌的 真是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何必在江湖呢 很多时候 做人都是身不由己的 真是 你 你怎么把这么私密的事 你都告诉我呀 我 你不也是把你的私密事告诉我吗 我 我说什么了 你说 你是个 艾滋病的带军者 你 我呢是骗他们的 这么 这么你也相信的 行行行行行 你干吗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啊 你不会真相信吧 你真信哪 我告诉你啊 我正中其事的 我不是什么艾滋病 也不是什么携带者 你要这么说 我 我真生气啊 那我不说了 真是我骗他们的 现在咱们当务之急 得赶紧显爸爸得逃出去 这地方 这地方 你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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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a 他帮啊 他们淘汰 他rian 确实很着急 三居的没有 那两居的 我不说了吗 一居的不行 我刚刚我妹妹两个人住呢 你不是中介公司吗 你是我的朋友 我当然找你 我不找你找谁 好好好 行尽量快点好吧 有什么消息 马上告诉我 这房东老先生真是的 我们从来没欠过他房租 说让搬就得搬 这搬一回家多麻烦的事啊 一时半会儿的 上哪儿找房子 人家说得很清楚 是儿子回来结婚 你早干嘛去了呀 我让你找个老公 嫁了你干嘛不找 你要早嫁了以后 也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被房子发愁 好 我现在就跑大街上去喊 哪个男人有房子 我马上嫁给他 可以啊 只要别让别人 把你当精神病抓了就好 喂 啊 苏菲姐啊 什么 姑姑到现在还没回去 这不可能啊 她竟然走的 按时间应该已经到了 啊不 不 你 你先别着急别着急 要不我们去查查怎么回事 再给你去电话好吗 哦哦哦 对对对 好好好 拜拜 怎么了 苏菲姐来电话 说姑姑到现在还没回去呢 两个原因 第一 飞机晚点 第二 已经回到新加坡 跟朋友出去办事了 不太可能吧 要是这样的话 姑姑 应该会给苏菲姐打个电话的 可是她没打 哎 我说你怎么变得那么暗喽喽 是 你多简单就这样 还能怎么着啊 还有事吗 没事了吧 继续想吧 我上去了 哎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来了来了 来了 谁呀 有没有事哈 接着说话 过时你 dans下 有没有事 quell 诶诶 诶崔叔怎么啦 你爸呢 我爸 爸 爸 不在 诶那他去哪儿了 昨天晚上他应该交车给我 他也没交给我车 结果打到手机手机还关机 诶 这我不知道 那你确认他昨天晚上没回来吗 昨天晚上 我等到他十一点钟 后来他没回来我就自己先睡了 那他能去哪儿呢 那不如你回车队再打听打听吧 那好吧 好 不送啊 哥 哥 你还睡 哥醒醒 你起来了 别吵 让我再睡一会儿 姑姑不见了 什么不见了 苏菲姐打电话来说 姑姑到现在都还没回新加坡呢 现在还没回去 喂 怎么这么早我打电话呀 什么 姑姑不见了 那她会去哪儿啊 好 小程 你找到表叔了吗 没有啊你呢 我到楼上去看了 他们都不在房间 那去哪儿了 哎 那不是表叔的车吗 走 哎 呀 他们会去哪儿啊 就是啊 德成 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 要不然咱们报警吧 先别报警 你先回家吧 回家上去一下 来看看 行 走 我刚才跟梅大成去酒店看过了 表叔的车停在酒店 三姑姑的行李放在后备箱里 可是就是没有人在 而且两个人的电话都关机了 打谁的都打不通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她能跑到哪儿去了呢 会不会是被贾良心 把你姑姑和优衣涛给抓走了 她不可能这么猖狂 那很难说 这个年头人心难测啊 这样吧 我还是给公安局打电话吧 对 你这个身体现在都没落定 打什么电话呀 那你说怎么办呀 怎么可以不报警呢 我肯定是贾良心 把你姑姑和优衣涛他们抓走的 伯母 不可能是她 你想她为什么这么做 只有一个动机 靠近我姑姑 讨我姑姑好 但不可能啊 这样做只能让我姑姑越来越离开她 得不偿失嘛 也对哈 如果真的是绑票的话 她也应该给苏菲姐打电话才对 是不是啊 那 那他们俩怎么会失踪呢 人间就蒸发了 我知道了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他们俩私奔了 去 少胡说 去 想想怎么能看上你爸 对啊 私奔也应该带着行李再走啊 那 现在人不见了又不能报警 他们俩分分钟都会有危险的 是啊 到底抱不抱警 叔叔我就想不要抱警 你想想 我姑姑怎么着也是一个名人啊 你万一传出去 这将来这闹大不好收拾啊 这现在命都没有了 还管什么面子啊 梅德成我告诉你 你姑姑是名人 她爱面子 我老爸可不管这些 现在他们俩都有生命危险 我看我还得报警 好了好了好了 黑夜你急什么 坐这儿 坐这儿先想想 你也坐好 坐好 急什么 你们怎么都不讲话了 你说姑姑和表叔 他们两个到底是被绑架了呢 还是说他们两个真的就去私奔了 我们都坐这儿发傻怎么办呀 赶紧想个解决的办法出来啊 爸 梅德成 想想再说吧 有什么好想的呀 报警吧 我说你小子怎么这么冲动呢 我觉得还是德成说的对 这件事啊 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就算你现在报警 那现在事情没有过48小时 警察也不受理啊 你老爸经常去什么地方 是啊 你爸平时都到哪儿去啊 这 这 我 我 我不知道 你啊 从来都不关心他 你这儿子 你还睡得着 我真服了你 我 我 我睡觉要做什么呀 人家说 睡觉是为了更好的赶路 我现在是养精蓄锐 你少说废话 赶紧想个办法 逃出去再说吧 哎呀 咱五花大绑子上哪儿逃啊 逃什么呀 其实啊 也想逃啊 都在你身上 他们找你借多少钱啊 二十万 三十万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我失一分钱都不会给他了 他现在 竟然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法 来威胁我 他一分钱都休想拿到 怎么聊呗 聊什么呢 是不是商量怎么逃出去啊 啊 没有 没有 还逃跑什么 你看我们俩到哪儿跑啊 哎呀我虽然没读过书 但是我懂得做人 我虽然没开过船 但我懂得见风使舵 不要脸 哎呀 一盒炒饭 都吃光了 啊 这饭我吃的 哎呀真好吃 谢谢 晓晓 你真的一口都不吃啊 啊 哎呀他不爱吃啊 你 真够硬的 真够硬的 你就不怕 我把你整死啊 我把你以前跟我说的那些话 跟媒体一曝光 你就身败名列了知道吗 哎哎哎哎哎哎 贾亮星啊 他跟你说什么了 你怎么老插嘴跟你有什么关系 哎呀这当然有关系啊 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有一套 你够了吧 你看看 我还没说话他就害怕了 嘿嘿 我告诉你吧 这个女人 十八岁就跟唱片公司老板睡了 后来被人整大了肚子了 没办法 才随便找个男人给嫁了 你说这种女人能要吗 我以为她原来挺清纯的 你们别说了 咱不说什么 晓晓 啊 何必呢 其实很简单 我就要四十万块钱 就答应我吗 你说我在找个人 随便给你写个长篇小说 到处你后悔都来不及 哎哎 贾亮星啊 他还有一个特大的新闻 这要是给他报出去 那对他是致命的打击 什么特大新闻 没有啊 小小小小小 这就是你找的男人 在你关键的时候捅你一刀 你说 啊 星哥 臭娘 你躺死我了 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们现在犯的是绑架垃圾罪 是死罪 赶紧给我们解开放我 快点 大哥我其实我跟你说实话 他逼我呀 他逼你就做呀 快点 我再想我没钱娶媳妇 我先跟他盖一票 我这这 这谁 这家钱吧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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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这是什么地方啊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咱俩先淘的再说吧 不行 我跑不动了 不行你 你必须得坚持 我看你看 你前面这壶人家 到你这就想办法 快 坚持一会儿 快 快 快 等一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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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 站住 你跟面伤脑 你坚持着我 快 快 救命啊 神啊 神啊 别 别动 你先 等会儿 转一下 你能动就没事 没事 没事 我没事 你 你怎么样 我 我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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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怎么办 咱 咱先跑出去再说吧 来 神啊 你 鱼套 这是哪儿啊 什么地方 我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 不是 你放心 我呀 我去找个电话 我 我去给那个梅德成 和尼昊明打个电话 让他们过来接咱 好吗 不用 要 要不这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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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朋友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 给咱们帮个忙 好 好吗 呃 我 我 要不这样 我 我去 我去找个空房子 咱俩先休息一下 好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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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的 从来不曾相应 没睡不会 小姐 对不起 有没有空房啊 你有生存证吗 对不起 我没带 那压五百块钱吧 小姐 我现在遇到点困难 这身上没钱 待会儿朋友给送钱来 我再给您 行吗 不行 通融一下 您开个房 就待一小会儿 待一会儿 你又没钱 又没身份证 我怎么让你待啊 对面呢 有桑拿 你到那边待着去好吗 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 我们到那儿不方便 您就给我们通融一下 开个房间 我求您了 我求求您了 你通融什么呀 你又没钱 你又没身份证 我怎么给你们开房啊 瞧你们这 打扮呢 我 乱七八糟 你这是怎么这样啊 你现在强调的和谐手卫 你知道不知道 我们出现了困难人 人之间就得互相帮助啊 你帮助我 我帮助你嘛 你看你现在一点也不同容 你这怎么做生意啊 你和其美分去吧你 行不行吧 先给你看吧 你赶紧让你朋友送钱来 就这间了啊 你赶紧让你给我 来 怎么回事 来 你现在带着点钱 你怎么搞这么浪费啊 你怎么问 你到底出什么事啊你 不是 你要把我犹豫子当哥们 你就先别问 你带不带钱 我用完我还给你 你这 我你昨天 你不是拉了个女人走了吗 什么 什么女的 你看你还装糊涂 我不是 你快 你快快 这多少 这多少 不是 你到底要干什么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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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ffiti 你喜欢什么样的衣服 老板娘 你这有女装吗 有啊 有那些 这款式别太老了 颜色别太土的 好 我给你找一件 你看看这件怎么样 这还可以 给老婆买衣服 我给你装起来 稍等 这个 这个也要了 对 这个我也要 坐 这衣服还可以吧 还行吧 多少钱呢 这 这比不上你纽约那个 什么大道上的 很便宜的 没关系 我喜欢 谢谢你啊 不客气 你饿了吧 有点 想 想吃点什么 我无所谓 什么都可以 这 这附近呢 是又脏又乱的 我 我 我怕你吃不习惯 没关系 我现在呀 什么都不怕了 好 哎 你先休息 我 我出去看看 这安全不安全 好啊 我说 我去买匪 你还要去买区 你会去买区 我去买区 你现在要去买区 塑料厂子 前面就有很多 废弃的塑料厂通常 我们可以去看看 说不定能碰上了 你怎么就那么倔呢 我们报警好不好 让警察来解决 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 姑姑是个很要面子的人 你很多事情没有查清楚之下 你报警 他会不高兴的 那到底是面子重要 还是人的生命比较重要啊 都重要 好了 别想 前面就是 我们去看看 好吗 来 我跟你讲 如果表述班姑姑 真的是被贾亮星带走的话 他大不了 他就是想敲诈点钱 不可能有任何的生命危险 那我表述 要是出了任何事的话 你负责吗 你就相信我这次好不好 前面就有个塑料厂 我们去那先看一看再说 但如果这家废弃工厂 再找不到人的话 我就要去报警了 你答应我 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我之前说过, 兵力上面写得很清楚。 诶, 他们会不会把表叔哥哥抓到这里面藏起来啊? 走, 去看看。 等会儿。 给, 给。 还是你聪明的。 得诚, 你没觉得这个屋的味怪怪的吗? 没有啊。 有一股发霉的味道。 要不这样, 你再带着我自己上座。 不行, 我得跟你一起去。 走吧。 出去出去。 出去出去。 邓琼。 都这么大, 我们上哪儿找去啊? 你说我怎么说, 你好了吗?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我这 我怎么说你好啊 他们把我给撞晕了 你不替我报仇 都把他们给放了 我没跟我一致上提一下 可疼了 后来那男的就说什么 是绑架犯罪 我也害怕 我就给他们给放了 你听他们胡说八道啊 你说你这点本事 你还娶媳妇 我告诉你 你现在还有艾滋病了 你知道治这个病多少钱吗 你少吓唬我 人家那医生都说了 我没点这种病 拜托 咱们俩是合作者 要互相信任明白吗 你是信我 还是信那个江湖医生 你说你这点本事 你说你能干什么 你有本事 你有本事 你就不打那个 新加坡女媒情人的主意了 你 你这是犯罪 我还是去报警吧 让警察来解决 我认了 不是 你再说一遍 我 你再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注意安全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两个人一定要给我抓着 要不然你一分钱都没有 把我姑姑交出来 你谁啊 我谁不重要 把我姑姑丧相应交出来 还有个送上门的 行 连你一起网了 让他姑姑交数据 快 你敢 你敢轻举妄动 我已经报警了 你又上哪去 他报警了 他 别听他胡说八道 这回你跑了一分钱都没有了啊 我 快 快 再来 快 没事吧 再来 还没睡啊 你还没这样 这边 丢 快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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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屁股 到什么下你 不论我吧 那我们媳妇儿两个 媳妇 媳妇 走 走 走 小雪 这没事吧 可别厉害的 那 那赶紧去医院吧 能走吗 慢点 按照 按照 限度啊 我都摸清楚了 咱们先去医院吧 去吃点东西 然后呢 我再送你回酒店 有一套 谢谢你 谢什么呀 这次无缘无故的把你拉下水 我真的觉得很 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 别那么想 其实刚才啊 我一想呢 我觉得也挺神奇的 你想像我这样的人 打三拳一分钱都吐出来的人 怎么能有机会被别人绑架呢 只要说了别人都不会相信的 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传奇经历 将来以后啊 我得跟我孙子说 你爷爷当年也有一段传奇的故事 看来你好像你看得开哦 生活不就这样吗 你越想不开啊 你生活的越难受 我就有一些事情看不开 钱的事吧 贾良星那钱呢 你就应该借给他 你让他度我难关 要不然他他不会闹出这事来的 你不明白了 其实我对他很失望 所以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的纠鬼 你你到底什么事 感情上的事 我说莉莉啊 我说咱们还是别报了吧 德成和真美正在外面找呢 等咱们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嘛 可是到现在也没消息啊 我看还是抱吧 是啊 你这没得成怕他姑姑没面子 我可不管这么多 我老爸要是有这么山长两短啊 我可要找他算账 我可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孝顺你爸了 我 我就这么一个爸嘛 那真美到底有没有消息呢 哎呀我打了好几次了 那可是始终没人接啊 他是不是忙啊 还是抱 走 啊 走 好几次了 哎 桑小姐 你可以叫我晓晓啊 我可以这么窗户你吗 当然可以啊 哎晓晓 你跟我讲的贾良心那些烂吉巴刀的事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我不否认我遇到贾良心的时候 对他有些幻想 哎 算了 都过去了 别提了 要说你们这些名人啊 哎我原以为又有名又有利又风光 看来现在 也挺难的 挺不容易的啊 其实啊 生活当中 有很多事情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 我觉得呀 贾良心这小子 他那些事他只是嚷嚷而已 他不会说出去 你看 咱现在他也逃出来了 事情也就这样了 他不讲 咱也不讲 对吧 他要是乱讲 我 我就告他 就是 侵害人的利益 又这罪我挺重的呢 事情能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好了 哎呀 我就把事情想的很简单 你没必要这么复杂 太累 我说了啊 这事就这样了 如果这贾良心再来找你的麻烦 你就告诉我 我去对付这小子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哎呀 你还谢什么呀 哎 其实你该谢的是那个贾良心 他请你吃一盘好吃的猪油炒饭 我这说笑而已 说真的 那猪油炒饭真的很好吃 你真爱吃啊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我最拿手的也是这个猪油炒饭 真的 那几时可以请我去你家吃饭啊 谢谢 到酒店了 你上去吧 你要害怕 那就 我陪着你一块钱 不用了 不过 贾良心这小子 他不会再来找你 他的 只不过是一个胆小的毛贼 那么好啊 他们俩在上面是窝里冻的 我 我也得赶紧回去了 要不然我表姐跟作为 让我老不回去 他也会给我操心的 那好吧 再见 我 你大概讲一下 你爸爸长得怎么样 有什么特征 我爸爸他 他样子长得很凶 说起话来 好像要跟人打架死的 你怎么说你爸爸 哪这么说话的 表姨啊 这 这是派出所 我得实话实缩 我不能美化他的 谁让你美化了 对对对 我来说 他怕一米八左右 比他高 特征长远点 长得 长得好像特征不明显 比他胖 个手挺大 我跟你说啊 他平时穿戴还是挺整齐的 夏天中期 以后要穿一个长袖衬衣 对 这还有一点胡子 眼睛挺小的 还有什么特征呢 皮肤不白 可能有点偏棕 我跟你说啊 他是黑黑的长大 对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呢 我 我爸他 我 我说不上了 反正长得不像他 我说不上了 你看你这儿当儿子呢 你都没有这两位 清楚你的爸爸 喂 老爸 老爸 你是 你说什么 你 你大声点 我听不见 别问他在哪儿 好好好 你这欧了些什么的 在哪儿啊 他在哪儿呢 现在 哎呀 他没说 我 我爸找到了 找他 那对不起了 我们先回去了 好吧 没关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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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麻烦 我们回来等着 我们回来等着 哎呀 老爸 你敢回来了 大家都急死了 是呀 你干哪儿去了 小小跟你在一起 你怎么才回来呢 你可敢安静 老爸 你快说呀 你去哪儿了 是啊 是不是小小跟你在一起 你怎么就突然蒸发了呢 你们俩 哎 是不是 假良心找你们麻烦了 你 你们仨一人一句 我先回答谁呀 哎呀 你那么大声干嘛 我们又都不是笼子 慢慢说 慢慢说 我们就是想知道 你是不是和小小在一起 你们上哪儿了 没事 哎 那你干嘛撒谎啊 就是啊 行李坐在你车里呢 我们都看见了 你放我车 大家想知道 你去哪儿了吗 都是 由一堂 我们不是都是我们 是为你们担心 你和小小究竟出了什么事 姐 你要跟小小真正交朋友啊 你就别问了 我们挺好的 没事 你 我承认 我们跟假良心闹了点矛盾 不过 他都过去了 都没事了 你 你 你尊重点别人的隐私行不行吧 他 他 他怎么了 他怎么怪怪的呀 好像变个人似的 不是啊 他神神秘秘的 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好像还大义领然的样子 我想他这跟这个女人 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他不过就是 那个假良心 缠着小小嘛 这 他干嘛不好意思说呀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他越不说 就问题越大 对了 对了 我给小小打电话 小小什么事都跟我说 哎 你可别乱来啊 一定把事问清楚了 否则会出问题的 那能有什么事 小小最信任我了 他错一跟我讲 姐 你干嘛 我给小小打电话 我求求你 你让小小安静的待会儿行不行啊 那你干嘛不跟我们说呀 你烦不烦人哪 谁啊 喂 啊 啊 什么 啊 那我 哎 这美啊 我跟你说 你别着急 我们这就过来 哎 怎么了 哎呀 这美来电话说呀 这个 贾良心 把梅德成的腿给打伤了 打伤了 我怎么严重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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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德成怎么跟贾良心 他们又凑到一块去了 怎么回事啊 柳亦桃你问我 我问贤贤 你现在已经问我了你 哎